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 啥意思 汪犯德 你要干什么 你干什么 出声 滚开 你滚出声 来人 天哪 救救我 你就恐了我吧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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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是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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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行了 行了 我知道了 还缺缺个没完没了了你 本来就是嘛 上集就是这么说的 你不知道我 行了 我知道你了不起 你本事大 在没有电台的情况下 你都能轻松地找到队伍 说白了不知还在夸自己厉害吗 你小声点啊 小心这屋里安乐气听气 不过我真没想到 上集会派吕春明 来给咱们当独立团整呗 没想到 没想到 真没想到 你个山洋带脑子 能想到什么呀你 上脸是啥意思 我心里明白得很 电台被毁 不能与我及时取得联系 怕我犯迷惑就派个政委过来 这是要给我带上一个紧箍咒 是啊 派谁不好非派他来 我就知道 你一听这个准憋屈 你错了 我不是为这个憋屈 不是这个 那还有什么事 能让你扫眉大眼的呀 经到极没死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我要撑禁了 其实呢 这 这也不算是最可怕的 可怕的是 王班德也活着 你干脆让我死去得 那到底什么事啊 我这才走几天哪 你怎么整出这么多事情来啊 是啊 不管怎么说 这些事情都得一个个地解决 真是没想到 一个简单的任务 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没想到 美芝子小姐 我來看望你丈夫來了 一點心意 美芝子小姐 對 要不你休息一會兒 我替你照顧她吧 是不是整夜都沒有和言啊 醫生 冒昧地問一句 我想知道警盜齊少佐怎麼樣了 他什麼時候才能清醒過來啊 這個不好說 也許很快 也許需要很長時間 也許 一輩子都會這樣昏迷不醒 怎麼會這樣呢 你說真是太不幸了 一定要想辦法救他 多好的一個人哪 不要再說下去了 你們這樣會把他給吵醒的 你們這樣會把他給吵醒的 會把他弄成現在這副模樣 心臟 但是 警盜齊少佐 警盜齊少佐有護身符 才得以活下來 護身符 什麼護身符啊 子彈穿透了他口袋中的洋火機 卻偏離了心臟 如果沒有這個洋火機的話 也許警盜齊少佐 咋就離開我們了 真是萬幸 真是萬幸啊 但是據我所知 警盜齊少佐 可是從不惜言的 那他身上 又怎麼會帶有洋火機呢 聽美侄子小姐說 這個洋火機 是從新品貴那裡得來的 星道隊長 你 林中豹 你可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的東西 你快要害死我了 你知不知道 我這 你這兒怎麼了 出啥事了 我看你這張臉是啥事都沒有啊 你告訴我 日軍司令部的保險櫃 是不是你敲的 什麼 咋了 我告訴你咋了 你 幹什麼 林中豹 我打死你 林中豹你敢跟我動手 打死你 我打死你 你偷完東西 還人不給我呀 你扛到我這兒 你讓我扣令 你這兒都不動 你老了被打成這樣 都是因為你愛的 咋跟你 來來來來 沒事吧 來來來來 快坐下坐下 來來 滾一點 也不用你滾 我又沒跟他們說是你偷的 幹什麼呀這是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 小鬼子為什麼要打你啊 你說為什麼 我手下的人都為了你 在審訊室裡邊過堂 你說這小鬼子真是熊瞎子呀 他為什麼就不打你呢 哎 你東西到手了吧 到手呢 就趕緊給老子滾蛋 我不想再看見你 你只要在太原城裡待一天 老子就沒好日子過 我告訴你 你也別跟我吹胡子瞪眼 你說我為什麼還在這兒 還不是因為你八家小鬼子 送他們禮物 害得我可能 隨時會被小鬼子 砍掉腦袋瓜子 就你幹的那點事兒 哪一件不夠砍腦袋的 我我我送禮 我送禮怎麼了 我送禮是為了站穩腳 我送禮是不想讓你騎在我的頭上 假髮三道 我看出來了 最應該送給日本人的禮物啊 就是你 你就當著咱娘的靈魏說出這種話吧 就是因為你送的禮 靜稻齊那個狗處長 他沒有死 我問你 靜稻齊那狗處長身上 那個陽火機是不是你送的 不是 他根本就不抽菸 你沒事送他陽火機幹什麼 你怎麼不送他金龜鎧甲啊你 那不是我送的 再說了 那叫Vebo 不叫什麼陽火機 那是我在國軍的時候 一個美國人送給我的 那是被他搶去的 我不管叫什麼 子子子子子 反正是你造成的 他還活著 這 這個狗處長還活著 那 那那那現在怎麼辦啊 我哪知道怎麼辦 不能讓他醒過來 你說還能怎麼辦 我 我剛才踹你那腳 是不是又踹疼你了 你的傷沒事吧 哎呀死不了 這傷早晚我要讓小鬼子償快 這就對了 那個 還有一件事情我想告訴你 我 哎 別想拉攏我盡八路 老子不想去 我要成親了 你 你 你要怎麼 成親了 都 都到這個時候了 你還有些次搞這事 跟誰啊 跟跟跟那個山寨寡妇 不是 是 保守的何 何時惠何小姐 什 什 什麼 你還別說 這世上還真有那 能吃到天鵝肉的癞蛤蟆 不是你這話我就不愛聽了 我堂堂一個 八路軍獨立團的團長 我陪他一個記者 怎麼了 怎麼了 不是 我這就奇怪得很 你們倆是怎麼搭過賞的 這個何記者呢 人家讀過書有文化 見識廣 識貨呗 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 能看上你的呀 也不是什麼好女兒 看我幹什麼呀 算了 我不想跟你扯這些沒用的 跟你說正經的啊 不是我說你也一把年紀了 你說怎麼就沒個女人 在你身邊照顧你呢 姿是什麼呀 我用不著你曹這閒心 你小子不知道憋什麼壞事呢你 哪能啊 我是關心你 你看看你現在這副樣子 連走路都晃的 你總得有個人照顧你不是 你說這麼大一個宅子 就一個人住多冷靜啊 我呢 不能光讓自己說他了 不然的話 怎麼能對得起咱娘呢 你說是不是 行啦 我在你小子這兒 我吃虧上當的多了去了 別想糊弄我 我說的是真心話 你說啊 咱也得為咱娘的事情 出容喜 不是 你也該結婚了 你說什麼 你要和她結婚 是的 我必須要和她結婚 還必須 她強暴了你 你怎麼能和她結婚呢 正是因為這樣 我才要和她結婚 她糟蹋了我的身子 在我們國家 只要一個男人 動了一個女人的身子 那麼這個女人 就一輩子成了她的人 如果不跟她結婚的話 我就沒臉活在這個世上了 你真的願意和這種無賴結婚嗎 不是我願不願贏 這是我的命 你應該做自己命運的主宰者 而不是任由她牽著鼻子走 瀑天大祖 這是在中國 而我是個中國人 我別無選擇 你真的認為 她會把你取進江門嗎 她說了 她會給我一個妻子的名分 那你知不知道 她從國軍隊伍裡 帶回一個女人的事情 我知道 但她說了 她會給那個女人一筆錢 把她打發走 然後就娶我 何小姐 為什麼要和我說這件事 我必須要通知您 我結了婚 我就不能像從前那樣 跟瀑田大祖單獨約會了 因為我是有家事的人了 應該嚴守父道 不能讓外人說閒話 這也是我們中國人 約定俗成的規矩 我一人來不及了 我一人來不及了 我心想要發照 我會給你 我包裝一條 他的風格 我會給你 喝起來 结婚 是 结婚 也就是成亲 反正他是这么说的 住到这里 对 不是 我不住这儿 你让我住哪儿 不是 你们凭什么住到我这里啊 这是我男人的钱买的房产 他刚过世没多久 你就要在这儿成亲娶媳妇 你把我左脚保得上什么人了 不成 大嫂 这 这宅子是大哥买下的不错 我也不想霸占你的房产 只不过是暂住一段时间而已嘛 我跟他也是假的 那不都是在糊弄小鬼子 给小鬼子演戏吗 我完成了任务后就走 你少够了这套 我看你们俩是想假戏真唱吧 借助也不成 我还想碍眼呢 不是 怎么就碍眼了呢 面子上我是明媒证据 不可能让我倒插门吧 再说了 人家是有文化有教养 还是个女记者 放心 碍不了你的眼 没准啊 你们还能成为朋友呢 我不会烂交朋友的 我男人就是交错了朋友 才会被朋友给害死的 还有文化有教养 你觉得他住在我们这群人里 碍不碍眼呢 不是 我怎么就说不通你呢 我说不行就不行 不行也得行 你别忘了我在这还说话算数呢 对不起 我准备把段天龙的事情给办清楚 到那个时候我再搬出去 绝不再挨你的眼心了吧 你们住前院 我住后院 咱们井水不发河水 谁都别碍我的眼 太总 这不是前院后院的问题 我觉得吧 什么意思啊你 你们还想住后院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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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啊 你 你看啊 我大哥走了 你也得有个男人照顾不是 那总不能老是一个人这样生活吧 不管是真的假的 那别人是看着我成亲了 你说我 我总不能这样老是看着你 一个人担着不是 大哥连走前 让我好好地照顾你 我答应大哥的事情 就一定得做到不是 我说的再厉吧 其实 我早就给你屋子好了 就是黄蝎军里的 叫新平贵的新大队长 他为人很不错的 也算是跟我一伙儿的 他可不是什么汉奸做狗 堂堂正正的一个中国人 绝对算是个大老爷们儿 他也没婆意 年纪也不小了 我给你们俩撮合撮合 你们彼此 也给我个招影不是 说呀 接着说 你怎么不说了 大总你别这样 那之前的戏 咱也给小鬼子演了 是不是 那现在鬼子都知道了 你我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 那么 我跟这个何小姐 一旦成亲了住进来了 那咱们三个人这出戏 就不好演了 是不是 是啊 这个镇子是可以暂时地住两天 可是成亲之后呢 那成亲之后就有问题了 是不是 但是如果那什么 如果我跟他在一起 我就得搬到他那儿去住 到时候这宅子自然就成为你们俩的了 是不是啊 这 赵传奇 你这是想赶我走啊 亏你想得出来 忽悠老娘是不是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赶紧给我滚 大总 你能不能 能不能别动不动就让我滚哪 我又不是蛋 往哪儿滚呢 在我眼里你就是一个蛋 一个混蛋 一个跟小鬼子一样的混蛋 你可以骂我羞辱我 但是你不能把我跟小鬼子一块儿比 别人骂我是汉奸走狗也就罢了 连你也这么骂我 别忘了 当初是你支持我带着弟兄们去打鬼子的 我做到了 结果是不再让中国人去戳你们的脊梁骨 让弟兄们堂堂正正地做一回中国人 因为大哥的事情你不肯原谅我 我都认 但是我都干了些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带着你们 干的都是正经事 是打鬼子的正经事 等到有一天咱们都闭眼了 可以让我们的后代 说他们的爹娘 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大嫂 怎么了 大嫂 怎么了 大嫂 这是怎么了 好好怎么又吵起来了 小点声 别让外面听见 这儿没你们事 都下去吧 都走吧 你不愿意就算了 我说的就是一个零 只要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不赵传奇什么都愿意做 但是我撮合你和欣平贵的事情 是真心的 你得有个男人照应 即便不是为了给小鬼子演戏 我也得把你给安排好了 这是我答应大哥的 做人得讲信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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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感谢 一天未吃东西了 我去休息 我在这里替你一会儿 不 我不可 我要留下来看着他 万一他醒过来我不在 他会找我的 梅之子 你要理直一些 也许他 永远醒不过来了 不 不会的 我刚才看到他找我来着 我能背着他 你已经开始语无人次了 去休息一下 别忘了你昨天才犯病 时间久了精神会崩溃的 梅之子 听我的话回去休息 你现在是军人 军人就要服从命令 不 只要我哥哥还活着 我丈夫也不会死 爸爸 我求求您了 也要救下来 爸爸 你看 哥哥不是活着回来了吗 我丈夫也会活着的 娘 儿子想您老人家 怎么样大哥 你这身子恢复得怎么样了 妈 我发现你最近来我这里够钱的 你八成又在憋什么坏事吧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整天这么想我 我这不是关心你的身体吗 大家都是老郎中 别给我下这种方子 有意思吗 你瞧瞧你这副德行 一个土担子 还跟我讲什么文明 别以为你装了几天王班德 自己就变成文明人了 你呀 还是那坑死人不偿命的赵传奇 大哥知道就好 别别别别别 别叫我大哥 我不是你大哥 楚大姥爷才是你大哥呢 可惜呀 人被你给害死了 不是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他怎么收拾我害死他 不是你害死的那是谁害死的 不是你硬拉着人家一窝子人 从山上跑到太原城吗 不是你拉着人家在太原城做生意吗 不是你 别说了都是我都是我干的行了吧 不是 咱俩能不能不扯这些 得得得得得得 我也不想跟你扯这些没用的 话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只要你不像害死楚大姥爷那样来害我 我就算烧高香了 咱俩呀 井水不犯河水 一句话 别想拉拢我进八路 我今天不是为了这件事来的 呦 不是为这件事来的 那你还有什么事啊 啊 当没人 想给我介绍个亲事 又拉倒吧 说实话 我真恨不得 让日本人在我这宅子里 安一个窃听器 听听你这个八路 整天都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干些什么 说到这个窃听器呢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说你也能做出那玩意儿是不是 记得吧 哎呀 不会是在我面前瞎吹牛呢吧 你甭跟我来这套 急我呢是吧 你想要一个是吧 老子告诉你 我就是会做 真的 但是我就不给你做 怎么着 我急死你 你会做的 出个价吧 哎我这话你听不懂啊 不做 什么价我都不做 那这么着 只要你能把这东西给我做出来 回头我保证 给你找一个漂亮的女人做拍 用不着 老婆我自己找 哎呦你也拉倒吧 你要是能找到合适的 还能这把岁数了一个人担着 你看看你整天把自己捣吃的 六光水花的 你看你那头发 弄得跟沾上玉米糊似的干什么呀 假装年轻啊 哎 这样吧 我赵传吉是个讲究人 哦 我先把这个女人给你弄过来 东西呢 你护交给我 怎么样 张一包我 你看看你不吭声了啊 那不吭声就是同意了啊 都是大老爷们 说话可要算数 走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 我倒要看看你赵传奇 能给我找个什么样的姑娘 走 殿下 就这两块料 还时不时地换着根 针基队这些罕见 也太不把咱们当回事了 我说 要不要咱们教训那么一段 你吃饱了撑的吧 老是没仗打 这不是手痒痒吗 留着今儿去打鬼子 打他们又什么意思 我越来越觉得 这罕见比鬼子更可气 你少跟我发这些牢骚 我明白你肚子里是造响的 以前跟着我总是有仗打 现在没仗打了 觉得憋屈是吧 你要是耐不住 给自己回到队伍上 跟着我干什么 我是有怨气 这敌后的工作确实不带进 可你呢 偷窝窝去打鬼子 还背着我 禁锢着自己去过瘾了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还这样 我真的要求回去了 没人拦着你 我还懒得看你这张山药蛋脸呢 离我怨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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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点烟草啊 不要不要 大爷来点烟草 行行行 往随便看看 那您看吧 这这这都挺不错的 这位是我们黄歇军 二大队的大队长 赵传奇 过几天呢 要办喜事了 打算做几件像样的挂子 把你们这的好货 都拿出来 让我们多挑挑 那我先在这恭喜您了 二位稍等 我这就去拿 大哥 你先慢慢挑着 我门口等你啊 拿好 以后 这里就是我们的联络点 我是负责人叫何平 是大德商贸公司的老板 其他人也可以跟我联系 来人就跟我说 你的店铺租赁吗 我说我们只做贸易 不租店铺 来人说 做什么买卖不是买卖 干嘛还要挑着做 我说书业有专攻 我们只做绸缎 这么长 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重复一遍 有这个必要吗 赵传奇 这是敌后工作 任何时候都要谨慎 不是你耍性子的时候 重复一遍 我问有店铺租赁吗 你说我们只做贸易 不租赁店铺 我说什么买卖 不是买卖 干嘛还挑着做 你说树叶有专攻 你们只做绸缎 相册我脑袋瓜子 没想到椅子不辣 鬼子作战计划 有没没了吗 没有 目前只能推断 东西被老爷 送到梅智子家里了 其他的都不清楚 我们没有 多少时间在等了 我知道 我不也正在想办法吗 那你说我总不能 抢进人家里去抢吧 你这话里 明显是有情绪啊 我能有什么情绪啊 你这个政委 不就是跑到这里 来控制我情绪的吗 我这个政委是临时代理 等你归队以后 政委一职 你有选择和投票权 放心 我不会赖着不走的 是这样啊 这小鬼子呢 对我的怀疑是一直都有啊 所以我要想再下手 那困难很大啊 你别忘了 那是人家家里 不是司令部 不是我想进去 就能进去的了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 但愿小鬼子 不会在家里办公 正去弄出点东西来 让这个老爷 自己把东西 从家里拿出来 可是 我只带了二十名战士 仗是打不起来的 是我独立团的战士吗 基本上都是 那就够用了 我说你这种 唯有你们独立团的战士 才能打仗的思想 可是要不得的 我告诉你 打住 我还是告诉你吧 合计者 什么 他要跟我结婚了 什么 你和他结婚 为什么呀 哪那么多为什么呀 一听说我跟他结婚 你急得汗都出来了 为什么为什么 我还有那么多为什么呢 为什么都是搞敌户工作 我天天穿着黄狗屁 你穿得这么鲜亮 不就应该开绸缎装的吗 看什么看 我说老板 不要光顾着 给我介绍什么料子 把所有的尺寸 都给我量清楚 他说 那个半天游依总是骚扰他 对他动手动脚 所以他要跟我假结婚 而且他还说 这样行动起来方便 有利我们进一步的合作 你没有太多敌后方面的经验 多听他的吧 大家都是为了完成任务 那万一生米若是做成熟饭了 怎么办 抬手 一个八路军干不少 开这种玩笑 我是汪班德 我必须这么说谎 在你送回来的众多文件中 我们查到了日军油库 和弹药库的准确地点 上级命令我们 尽可能想办法炸掉他们 到时候 我会派部队来配合你的 感情这搞情报工作 都是搭配来着的 不是你哪儿那么多怪话 情报情报 有情况就得报 我说政卫同志 我跟合计者成亲的时候 你不准备送点什么大礼吗 先生 您的尺寸已经给您了好了 等做好了您随时过来取 慢走 不送 我们走了 走 我 这是 你是 你 你 我 来 先去吧 姜燕姜燕 要燕吗 塔德文绿跑台 姜燕姜燕 塔德文绿跑台 姜燕 你要燕吗 来 来 好香酒 你给你啊 姜燕姜燕 塔德文绿跑台 姜燕 塔德文绿跑台 他们怎么把仇段庄开到这儿来了 难道就不怕小鬼子盯上 在这方面 小白莲比咱有经验 她敢这么干 就一定有她的办法 现在又说人家好话了 刚才还一个劲地跟她斗嘴呢 你这人啊 就是毛驴啃石墨 好硬的嘴 谁啊 我发现你今天反常了 吵了一盘麻雀脑袋多嘴多舍 来 拦住她 我去喝几茶呢 你快要... 有钱 有钱 有一个人 有盘窑和吵光 担心 就算是 倒在不同沙场 我们会奔向同一个神力 让生命呼啸吧 最凉的号角 让热血取迹最强的风暴 让刺刀摔摇 最快的锋芒 让烈火吞噬掉 融化掉 敌人的疯狂 让旗帜漂亮吧 最空的海洋 让信仰给我最强的力量 让子弹穿透 每一个性战者 让铁血告诉你 这是英雄的国家 人家的紫困 ちょ 物质 战坡 遗伤 应该架 达 我 向前冲 向前冲 兄弟 兄弟 没什么 没什么担心 就算是 倒在不同沙场 我们会 奔下同一个胜利 让生命呼啸吧 最凉的号角 让热血狙击最强的风暴 让刺刀晒掉吧 最快的风暴 让烈火吞噬掉 融化掉 敌人的疯狂 让戏指漂亮吧 最红的太阳 让信仰给我最强的力量 让子弹穿透 每一个信任者 要继续告诉你 这是英雄的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